这是魏央低恩次到五星级酒店 威风鼓欲白吃白喝 然而这次却没有之前的好心情 魏央从进门开始就低着头一动不动 一直等到服务员上菜 还是魏央最喜欢的老几样 热气腾腾的飞扬炖上桌 后列无比的秦风酒满杯 哎不对好像少了一个 猴鹰赶紧叫住黑衣人 魏央抬头瞥了一眼 之前的美女服务员咋换了 又仔细一看 这不是我刚到秦国时那个门卫吗 原来是个哑巴呀 猴鹰神秘一笑 此言差矣 一个身怀绝技的哑巴 魏央也微微一笑 别说那么玄乎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说话间呢 韭菜已经上齐了 猴鹰面带笑容举起酒杯 来魏央兄以名惊人 可魏央却神色落寞 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不如说是一杀惊人 猴鹰本来挺高兴 让魏央这一说也笑不出来了 自自然当真是吓人一跳 那可不 我发起狠来 连我自己都后怕 猴鹰估计是联想到刑场的画面 把自己给恶心到了 你看连酒都吐了 于是呢 赶紧强行找补 这苦菜烈酒 本色 谁知魏央又说了 本色最好 谈何容易 猴鹰也是醉了 你到底是不是来喝酒的 我说好 你说不容易 我夸你一鸣惊人 你给我来个一杀惊人 我看你不是法学院的 而是台杠学院的吧 还让不让人好好啃羊腿了 魏央看猴鹰没说话 抬头问道 猴鹰找我喝事 猴鹰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拿出一根铜管交给魏央 这是白雪姑娘给你带来的信 一听是女朋友的信 魏央满心惊喜的结果来 迫不及待的打开 熟悉的字迹 顿时跳跃起来 每每看见白雪的字迹 魏央就仿佛看见白雪 活生生的站在他面前说话一般 魏水大行 震动天下 君定能缜密思路 谨慎应对 我在安宁甚好 常在宿水河谷闲助 怕能早日赴岳阳与君相聚 思君念君 慈情悠悠 魏央沉默良久 小心收起书信 忽然想起来 不对啊 我上次不是叫她来了吗 咋回事 魏央听完不免有些失落 转而又感动于白雪的深明大意 猴鹰似乎有些担心 魏央功成名就之后抛弃白雪 于是啊 试探性的问了一句 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确定没有看错人 猴鹰才算放心 接下来总算可以说正事了 这个黑衣人是个哑巴 名叫京男 虽然身怀绝技 却一直在豪华酒店当看门大爷 不过呀 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魏央例行变法 重逞罪犯 必将引来层层叠叠的名仇暗恨 想要处心积虑 借魏央扬名的人 也会数不胜数 防不省防 执法全臣 万民侧目 这是古训 俗话说 名枪一朵 案件难防 车营的三千护法卫士 虽然能挡住大敌 却防不住刺客 而魏央需要防备的 正是背后冷剑 猴鹰似乎能预见未来 已经提前考虑到了 我跟你举荐一个见识怎么样 魏央目光炯炯 马上就猜到了 嘿呀吧 猴鹰心想啊 跟聪明人说话 就是省劲 没错 他叫京男 原来是楚国的奴隶 家里啊 出了意外 让我给救了 后来一直待在我身边 猴鹰刚说完 就啪啪啪 京男进门 对猴鹰深深一躬 京男眼中流露出 钦佩的目光 双手一阵比划 向猴鹰深深一躬 猴鹰眨眨眼 一脸懵逼 猴鹰微微一笑 我去 这也能看懂 还没等他说话 京男又是一阵比划 向猴鹰竖起大拇指 不用说呀 这还得猴鹰来翻译 他去了温水法场 杀的都是些恶人 杀的好 多些装饰 日后烦恼 刹那之间 京男眼中闪烁出 晶莹泪光 跪倒在地 从怀中掏出一块白布 双手递给猴鹰 这回不用猴鹰来翻译了 猴鹰接过白布 大开一看 只见上面赫然写着一排雪字 大概意思就是 秦国是不是真的要废除奴隶级 猴鹰认真地点点头 也竖起大拇指 向京男示意 京男嘴角一阵抽搐 恭恭敬敬 身身拱手跪拜 这就算是绑定成功了 时间过得很快 猴鹰的第二批法令 终于要推行了 岳阳城内鼓声大作 百姓们纷纷围上前来 警舰扎在城墙上高声宣告 这是朵书政府第二批法令 从秋后开始推行 只有三道 第一道新田法 第二道新国人法 第三道新封地法 三道新法三件大事 一件费景田开千末 重新分田 第二件费奴隶 储利级 官奴司奴 立功立农 都是自由庶民 都是国人 都能分到自己的土地 废除景田 而推行新田制 是全部变法的轴心环节 也是变法成败的根本基石 就像魏央说的 大政在民不在朝 只要民众守法自律 朝堂上就掀不起大风大浪 这几条法令的推行 无异于釜底抽薪 直接触及到了老士族的根基 剥夺了贵族封地的残余势力 所有民众都将直接听命于国府 即使有人想叛逆 也将无法施展 毫不意外 第二批法令的推行 立刻就引来了老士族的强烈不满 这应该是最早的打土豪分田地了 魏央的第二批法令刚刚推行 日常不开心的杜志就沉不住气了 这又杀人又分田 又放奴隶 又缩封地又收治权 还认不让人活了 的确杜志觉得冤得很 你变法就变法呗 我一没捣乱 二没犯法 不过就是在背后发发牢骚 骂骂脏话 招谁惹谁了 现在可好 就剩一光耳司令了 古天之下从古至今 哪一国变法有如此颠倒贵贱 你我还有他们 哪一个不是浴血的老功臣 可我看早晚都会被击垮 被杀虫 作为老干龙的心理代言人 杜志吹胡思瞪眼 手舞足蹈 说的那叫一个义愤填膺啊 意思呢也很明显 咱要是再不有所行动 早晚都得玩完 公孙谷显然就是一个低配版的老干龙 稳如磐石一言不发 还真是沉得住气 孟喜白可是刚刚吃了大亏 心里正憋着火呢 听到杜志这一痛牢骚 顿时有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孟车赶紧发表入会宣言 可没想到这话刚说完 公孙谷就反手给了一刀 谁让你们当初沉不住气的 能怪谁 洗起胡脸上挂不住了 你们都当缩头乌龟 我们当前锋还当错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事前猪一样 事后猪个亮 白晋一看大师兄二师兄都被怼了 赶紧开口支援 公孙谷听到这话心下一动 却还是没有任何表示 就在这时忽然有人来报 孟喜白费了半天劲 不但没能说动公孙谷 反而受了一肚子气 于是一甩脸留下一句 甩手就出门去了 不过呀 杜志却不怎么善解人意 出在那儿等着看老干龙说啥 公孙谷就当没看见 你爱听就听呗 反正是你老师 干城一进门就说 话音刚落杜志就炸了 啥玩意儿 连封地都不要了 公孙谷也不明白 上次大足唤风 老太师的封地 君上是不让动的 老太师可舍得 那个我老爹说了 干世人少 他也管不过来 留下秦东的一点封地足够了 公孙谷又问了 这不是正在打土豪分田地吗 秦东的封地就能留得住 新法只是缩小封地 并未取缔封地 老父自请缩地 该他不会组织吧 老干龙这话已经点透了 至于这公孙谷和杜志 能不能明白 欢迎关注评论转发 我是猪猛 我们下期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